至今市场动态来看到 美国联准会将在本周开启 2020年以来首次降息 观望气氛导致美股周二开高收平 台股今天开盘下跌67点 电子类股也熄火 中小型股开红为涨 另外针对新光金并购案 中信金发布重讯指出 会尽快重新修订计划 再送董事会核定 今天上午中信金股价一度涨超过4% 新光金跌超过7% 台新金也跌超过4%